中共疾控中心忽然公佈驚人疫情數據 成都多姦友誼院報名情過位數 甘乃迪說中共不對美國有威脅 受到批評盟友施壓土耳其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4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國際要聞》我是黃曉祥 據《大紀元》報道 原本應該每個月一次的報告 中共疾控中心卻沉默了42日後 突然在6月11日 公佈了5月感染新冠死亡164宗 新增重症病例2,777宗 但是細心的人發現 通報的信息前後矛盾 分析指 這樣表明中國大陸疫情從來沒有停止過 一直在升溫 但一直被所謂的政治需要而掩蓋著 中共高層如臨大敵的防疫措施 也揭穿了這個謊言 中共疾控中心6月11日 在最新通報當中承認 5月份流感讓病例新冠病毒陽性率 飆升到驚人的42.5% 表明目前的染疫率相當高 並開始接近中共解除清零政策後的 2022年12月下場的封值 按照疾控中心公佈的新冠病毒陽性率曲線圖 可見2022年12月12日至18日的新冠病毒陽性率 為33.2% 12月19日至25日達到了59.5% 最高時為60% 然而疾控中心最新的通報卻說 5月下場上升趨勢減緩 目前情下降趨勢 時事評論人中原表示 中共疾控中心匆忙得出的這個結論 和5月底新冠陽性率42.5%的數據完全背離 這恐怕又是一次中共高層受益的政治結論 從曲線圖中看到 3月和4月的新冠病毒陽性率很低 但流感的陽性率很高 令人懷疑中共一直將新冠病例算作流感病例 以製造所謂的防疫性率 按照中共疾控中心通報說 新冠病毒感染在我國屬於月類月管傳染病 按照法定傳染病疫情信息公布要求 每月公布一次 然而從今年1月初開始 直到4月29日 中共疾控中心基本上每周通報疫情 但5月份卻沉默 到6月11日足足沉默了42日 才又再一次通報疫情 外界認為 中共的一切數據都是為了政治需要而定 時事評論人士中原分析 4月28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 還在說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決定性勝利 說陰光落 疫情就又擋不住了 中共疾控中心應該得到了高層的特別指示 另外疾控中心曾經公布 2月16日在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6宗 當日中共政治局常委開會 正式宣稱疫情防控取得決定性勝利 隨後中共疾控中心公布2月23日疫情死亡零宗 中原分析 目前的在院新冠病毒感染者 恐怕至少幾萬宗 幾十萬宗或更多 疾控中心不敢公布 顯然故意要掩蓋疫情急速上升的真相 但5月28日新華社卻洩露了一些實情 當日新華社報道 異陽患者有所增加 如何看待當前形勢 如何科學應對 報道引用北京右安醫院 感染綜合科主任醫師李童貞的說話表示 近期發熱門診就診人數的確有所增加 患者症狀主要集中在發熱 呼吸度症狀包括煙痛、咳嗽、 鼻塞流鼻涕、頭痛、肌肉酸痛等 個別患者會有嘔吐輻射症狀 由此可見 異陽患者不達增加 症狀仍然類似初次感染 中原認為 5月底到醫院就診的異陽比例 已經達到42.5% 中共疾控中心的數據 應該是中共高層下領篇的 但中共高層自己的防疫措施十分嚴厲 5月10日至12日 習近平曾經考察鴻安新區及河北等地 強和丁市長兩度被傳召 蔡奇一直陪同 他們都戴著口罩 5月18日至19日 習近平在西安接待中亞五國首腦 只有習近平和各國首腦可以不戴口罩 周圍的工作人員一律要戴口罩 參加歡迎晚宴也是如此 5月24日 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訪華 與習近平和李強會談時 周圍的人也必須戴口罩 5月29日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 除了習近平之外都戴著口罩 有三名政治局委員未見蹤影 包括張右俠、張國青、陳文青 他們是否染疫難以確認 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 中國科學院院士優勇講解時 竟然戴著口罩說話 5月29日中共政治局下午集體學習 上午應該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但新華社隻字不提 政治局會議應該討論了嚴峻的內外形勢 很可能也包括了疫情 但不敢公開 6月6日至8日 習近平在內蒙古考察 仍然執行嚴格的防疫措施 6月7日 習近平聽取軍隊匯報時 全場只有習近平不戴口罩 其他人距離習近平很遠 穿右俠也再次缺席 6月12日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 為來訪的紅刀拉斯總統舉行歡迎儀式 雙方的工作人員在戶外仍然都戴著口罩 中原認為 面對迅速上升的疫情 中共左右支柱地掩蓋 眼看掩蓋不住了 不得不又開始公佈染疫死亡人數 但中共疾控中心仍在編造 自相矛盾的假數據 今次老百姓不應該再被欺騙 好好度一讀李鴻志大師的 《為什麼會有人類》 和《為什麼要救度眾生》 方能破除迷目 找到被禍的良方 成都一國核區內18間幼兒院 有5間報名人數為零 最多的1間僅36人報名 排名第二只有26人報名 多數幼兒院報名人數為1至6人 大陸企業觀察部早前報導 曾經學位緊缺的成都市高薪區 有15間公辦幼兒院發布 春季學期空餘學位招生公告 空餘學位達到300多個 北京、上海、重慶等多個城市 幼兒院都出現招生難 從一位難求、饒浩入院到朝不滿 近年中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 在一些城市 學前教育階段的生源衝擊顯現 今年春節後 上海、廣州、成都等城市 發布中小學2023年秋季學位超額預警 近10年時間 中國公辦幼兒院從逼不入 到如今的招生難 13日 成都居民許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因為經濟負擔大 很多年輕人不願意生育 在四川從事青少年公益教育十年之久的何培庸表示 有兩個原因 除了人口減少 也與經濟衰退有關 第一 成都本地的出生人口大幅度減少 第二 因為經濟不好 在成都打工的人員減少 在四川的農村 前幾年出現非常嚴重的所謂 鄉村小學的消失及合併 原來每一個村都有小學 都被合併了 合併到中心小學 主要原因是出生率減少 有研究機構預測 到2035年 中國農村小學需求數將不足2020年的一半 只需要35500間 另外據專家預測 到2035年中國可能有超過100萬小學教師過剩 計人口減少出生率降低之後 中國的結婚登記人數也逐漸減少 據大陸第一《財經》報導 去年中國結婚登記人數為683萬3千對 創下37年來新低 讀比減少80萬03千對 和2013年最高風箱比下降近五成 本週民主黨候選人小羅伯特·金乃迪 在參加馬斯克的Twitter Spaces對話時表示 中共並沒有對美國造成威脅 並呼籲美國政府要積極地與中共談判 並鼓勵政府在經濟上而非軍事上與中共展開競爭 節目中金乃迪說 中共不能亦不想在軍事上與我們競爭 所以這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他認為美國應該在台灣等問題上緩和戰爭談話 並尋求一場聰明的談判 讓他們、台灣和中國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在軍事上讓步 雖然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 上個月秘密訪問中國以緩和和北京的關係 但金乃迪表示他希望與中方 進行真正的政治和經濟討論 今年五月 金乃迪宣布將會以民主黨身份 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目前他在黨內的支持率超過一成四 對於金乃迪的言論 曾經為美國國防部效力的退役陸軍上教 約翰·米爾斯表示 這些言論表明金乃迪對中共的惡意行為 幾乎天真到危險的地步 米爾斯表示 我認為金乃迪並不完全理解 這種情況如何迅速轉向軍事對抗的嚴重性 這不是我們造成的 他們的武器工廠正在運轉 過大其軍事力量和海外存在 一直是中共的首要任務之一 今年三月 中共黨魁習近平再次呼籲 加快建設世界一流軍隊 幾個月前他曾下令中共軍隊加強備戰工作 據五個大樓報告估計 北京到2030年將擁有1,000件核武器 到2035年這個數量將增加到1,500件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麥克羅傑斯表示 中共現在擁有的洲射彈導導彈發射器 比美國更多 此外中共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 並且正在迅速生產軍艦 根據五國大樓2022年的一份報告 截至2022年 其海軍估計擁有340艘艦船和潛艇 到本世紀末 這個數字將會激增至440艘 美國對日海軍上教日本戰略研究論壇 高級研究員柳森武指出 曾經我們所做的是遷就中共 安撫它 期望它會向自由化轉變 並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並對任何人都不構成威脅 但幾十年後 我們看到是中共在不平等的競爭中 大力發展自己而造成了美國流失了數百萬的製造業 他認為 川普政府徹底轉變了對話的修正政策 回歸接觸和對話的政策正是北京所期待的 當年來中共是幸運的 有很多美國人處於有影響力的位置 他們天真地削弱了美國的利益 並讓中共得到發展 並成為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頭等威脅 在美國的支持下 中共軍隊進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建設 此外 紐斯武還質疑 美國和中共如何能在經濟層面達到互衛互利 並指出中共在美國的支持下 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但二十年過去了 也沒有讓中共真正地開放它的經濟 當年中國並不滿足加入世貿組織的任何要求 當年它所承諾的所有規則 在二十年後並沒有按照規定信守承諾 土耳其、瑞典和芬蘭定於星期三舉行進一步會談 相疑關於批准瑞典加入北約申請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歐洲的盟國試圖對土耳其施壓 要求埃爾多安政府盡快實現審批 歐洲國家擔憂 土耳其不太可能在雙方本周會午時準備好批准瑞典的申請 作為去年夏天在馬德里商定的聯合形式的一部分 各國同意舉行進一步會談 但據知情人士透露 按卡拉仍然希望瑞典採取更多措施來遵守其條件 以便在下個月舉行的軍事聯盟領導人峰會前 及時簽署其成員資格 當芬蘭在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時 瑞典在加入北約的前景上陷入困境 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都懸而未決 北約盟國敦促土耳其及時批准瑞典的申辦峰會 說該國符合所有條件 而且瑞典的加入將會鞏固北約對波羅的海的控制 並使該聯盟在北極地區佔據上風 一旦土耳其表示計劃批准許可 匈牙利就會支持瑞典的成員資格 在此之前 芬蘭的申請就經過了類似流程 土耳其表示 瑞典應該全面執行期在6月1日生效的新反恐法 以預防或驅殺那裡的反土耳其抗議活動 而瑞典辨稱通過制定新的反恐法 他履行了協議規定的所有義務 瑞典政府週一宣布正式決定引渡一名 自稱是富爾德工人黨組織支持者的男子 此舉被認為是解決來自土耳其的擔憂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評論一下 請按讚 請按讚 代表 請零件 請請 請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